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现在开始呢 先来收集一个要素 这个工艺品 新文物 是这个九界之湖区域一共九个 但是分散得非常散 因为它相当于是散落在九界之湖的周围各个小岛上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到很后期才能收集起 这个从这个阶段开始呢 我们就可以相当于进入一个半开放的世界了 大家可以去其他岛上逛逛做支线任务 如果说你主线打得吃力的话 支线任务一般都会给一些比较不错的装备 官方吐槽最为致命 爸爸你怎么不敢吹了 爸爸说他妈上次吹了 出来克罗诺斯下手 第三次调查的话 儿子就学晶云了 不上老爸的当 OK我们继续前进 不过这个我觉得普通或者困难难度下 也不是那么着急做支线任务 因为支线任务其实也没有多简单 敌人等级也挺高的 但如果说你是最高难度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去做一做的 虽然两边都很难打 但是支线任务给的东西会比较不错 早点拿到强力的装备 后面这个通关过关都会方便很多 这边想办法把他们从缺口打下去 而在这边呢 其实我们觉醒的新技能 就是可以把敌人这个勒住 这种绿色的敌人呢 他死了以后会爆炸 所以要小心一点 不要被炸到 武伤不太好 好来到门前呢 左边这个火坛 他的这个符文 我们现在还读不懂 以后再说 以后我们需要把这些 这个火盆都给点亮 儿子是个语言学家 语言天赋基本上是点满的 左边下去这边不是个文物 是包钱 200多块钱捡不捡无所谓 然后门两边是两个箱子 那边那个火盆也是看不懂的 这个符文 咱们就不调查了 然后从这边下去 这边下去的话 是会来到一个新的区域 这个九界之湖周围呢 有的区域相对大一点 他会有一个名字 而有的区域呢 他就是九界之湖的一部分 因为他这个岛可能太小了 或者是其他原因 不想给他起这个新的名字 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就是我刚才说的稍微大一点的地方 叫瞭望他 好 这里有一个这个乌鸦 乌鸦的话 我们把这个准心对到 远处这个 sore的锤子上方一点 然后扔过去 这样乌鸦飞过来 正好是直线 就没有左右的位移 打起来就容易打中一点 好 这边刷出三个梦眼 噩梦 这个这个眼球的话 还是挺麻烦的 尤其是数量多的时候 像刚才他在这个要攻击的时候 你去打他一下 不管是你扔斧头 还是让这个儿子射击 都会让他射片 当然这个时机也不是很好把握 得基本上碰硬性 好 那边拿一个这个藏宝图 这些图鉴的话 我想看到了 会给大家按出来看一下 但是不会停留太久 大家有兴趣可以暂停看 好 我们这里拿到一张这个藏宝图 藏宝图的话 他这个分散在世界各地 然后呢 他藏宝的地点呢 也是分散在世界各地 而且他不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在哪 你要看他这个图画的描述 然后去剪这个东西 你拿到藏宝图之前呢 去调查是挖不出这个东西 一定要拿到这个东西 然后再去挖 才会有这个 才会有这些素材 一般都是这些素材 这边我们把这个东西打一打 然后把地上这个文物给剪了 这个刺 奎爷就不会手伸进去 非要把它降下去才能拿 有点弱智 好 这边这个 诺伦三女神的宝箱开一开啊 里面又是个 一灯的苹果 刚才这张藏宝图的 显示的地点呢 是在维瑟加德 以后我们会去 不过这一季呢 我们暂时就不去了 好 料网塔 这个区域呢 这边还上不去 所以目前能探索的就这些了 以后等到水位再下降一次呢 能探索的地方会更多 这个料网塔的区域也会变得更大 好 我们这边虽然说啊 不准备做什么支线任务 但是呢 我们可以去一下这个石瀑布这个区 那边有一个白捡的装备 还挺好的 基本上不怎么需要战斗 也不是一个支线任务 就是白捡 离这个我们刚才的地方不远 沿着河岸走就可以看到这扇大门 大门旁边呢就是所谓的石瀑布 我们这里把这个船靠岸 这边又有一个这个藏宝图 看一下在哪 船长被九头蛇吃掉了 没有带着小姨子跑 被九头蛇吃掉的船长是谁呢 看过战神1的同学都知道 其实他好像每一代都出现了 战神2也出现了 然后战神3是通过一个文件的形式 那这次的这个新的战神呢 是也是通过这样一个这个藏宝图 相当于是刷了一下存在感 老船长 可怜的老船长 好 那么刚才呢开了一个这个传送点 然后我们这里学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呢是盾牌扫地的这样一个招式 是对付这个单个的这些小心敌人 包括像女巫非常实用 刚才这个错误的示范 一开始离这个女巫太近了 导致他瞬移了 如果你一开始不要离他太近 然后让attress射出第一剑 趁他硬直的时候上去扫腿 这样就可以无限联了 这样这个 一开始这个战机延误了以后呢 后面就比较难打 这样基本上可以无限联死 然后呢在他死的快死的时候 旁边会刷出来一只蜥蜥 猫蜥蜥 还会钻地 这个很烦 所以说尽快解决这个女巫 避免这个前后夹击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一定时间内把这个女巫解决掉 形成这样一个前后夹击的也不用怕 我们走到门外面就行 这个门它这个蜥蜴是过不来的 女巫有可能会出来 但这个蜥蜴是无论如何好像都不会出来的 而且他兔毒也会被这个门给挡住 所以说非常安全 你在这儿就可以单独跟这个女巫玩这个飞斧头啊 或者怎么样 先把那个女巫给磨死 然后再进去干这个猫蜥蜴也不要紧 刚才有一个没说的就是 刚才那个门里的这个传送门啊 打开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传送到这个 Block那个商店那边 就是提尔神店 单向 我们不用去调查那个门 只要路过 然后右边会提示地图一更新就可以了 这个新出的敌人叫塔佐鲁虫 名字有点奇怪 受诅咒的塔佐鲁虫 他是带毒的 小心点 那这边有一个变色的石头 我们这边不着急开 再到再到这儿来拿一个文武 这样我们这次就拿了这个九界之湖的三个 一共九个 好接下来就要拿我刚才说的这个所谓的 白捡的护身符了 刚才我们就是打了一场战斗 这场也不是很难 遇到这些这个传送门啊 最好还是开一下 顺手的嘛 只要路过就行 开了以后 这个后期他会开开通这个双向传送的功能 这样你地图上相当于有好多点 你都可以直接去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亡灵 这九界之湖周围呢 散布着好多这些亡灵 这些亡灵你跟他对话都是可以接支线任务 这个亡灵接的这个支线任务有点好啊 他的奖励包括一个非常不错的伏饼 和一个这个 叫提尔的手套啊 提尔的万甲 这样一个图纸 然后你就可以去合成这个 锻造这个这个装备 前期是非常好用的 我们里面把乌鸦打一下 但是这个任务我们这期就不接了 因为我觉得去那边的这些战斗一点也都不轻松啊 刚才这个亡灵旁边有一个轮盘 我们把它打开远处的金色的大门 划船往里走就是维瑟加德了 里面就可以完成这个所谓的这个亡灵的任务 好像叫做巨蜂陨陨落还是叫什么 有不错的奖励 然后里面那片维瑟加德呢还可以挖到刚才就是藏宝图显示的那个东西 然后还有好多好多其他好东西可以捡 当然也有非常厉害的敌人等着大家 好我们这边拿到一个黄金护身符 二级的看上去能力是会有一个绿色箭头会增加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的装备等级没有变化 虽然有绿色箭头但是没有变化 为什么呢这个我们一会说 这个装备等级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就是装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提一点这样 他有一个类似于灵戒指的设定 一会我们再讲 这个亡灵呢我们暂时就无视了 这里我们可以利用传送门直接传回Block的商店 然后再继续上路 目前是单向的 尤其后期会变成双向传送门 这样你前期多开一些传送门就非常好用 非常实用 这里我们不选择传送 我们划船回去 因为一方面也不是很远 另外一方面路上还可以听听奎也讲故事 快讲 路上的话可以撞上一些木桶里面都是钱 对 这些故事是简单的,和意诚实的 似乎...有趣吗? 你记得什么吗? 有一个关系的鸟和鸟 像房子的王子吗? 不可能 所以,什么事? 他们在选择之处 鸟是太肯定在质量和误狱 当鸟是肯定的,和鸟赢 鸟赢了 你还没有讲过很多故事吗? 鸟赢的故事 直奔主题只有前因和结果 没有过程 有点像麦兜的妈妈讲的故事 从前有个小朋友他不听话 后来他死了 直奔主题,非常简介 鸟赢这个故事大家给打几分 我要不是听过这个故事 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后面还有其他的故事 有机会划船的时候 奎也就会慢慢娓娓到来 好,我们开门进去 这个猫C不用管 他不会刷出来 但是这个敌人还是要打的 这边我们先定住一个 打另外一个 遇到这种两个三个的敌人 最好是定一个 然后打另外一个 我们定墙 刚才那个是冰冻 七墙上打碎 足够利用这些东西 可以刷一些这个成就 工业 早点把工业这些30个定墙 30个打碎刷出来 可以获得不少的这个经验 前期还是比较有用 刷经验的这个东西 我一直没讲 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消 有什么时候就修正了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 反正也不是特别必要 在这个难度下 最高难度还是要刷一下经验 这边可以拿到一个神龛 神坛 讲的是这个尤门刚德 或者叫耶梦加德 这个大蛇 左边画的是他的这个老妈 安格尔伯达 在喂奶 右边画的是尤门刚德 最后是把 吐蛇毒 喷蛇毒把这个雷神Saur给弄死了 在诸神黄昏的时候 雷神Saur和这个大蛇同归于尽 他用这个锤子把蛇干死 然后蛇呢也用蛇毒把这个Saur给堵死了 这边的这个符文碑 我们现在还看不了 因为儿子还没有觉醒这个语言 我们以后获得这个 穆斯贝尔海姆和这个尼弗海姆的语言盘 以后就可以看懂 然后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消防栓一样东西 但他不是苏州消防栓 那么连的是化粪池有毒 一直在往外喷屎 我们一定要把它定住 冰住以后再过去 冰住的屎就干净了 是吧 液体的屎非常脏 好我们这边把这个东西定住以后呢刷出来之蜥啊 这个时候我们要是一着急把斧子拿下来上去跟他干了 你就被堵死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要着急 骨手跟他撸就行了 利用我们刚才这个扫腿的那一招 对大部分的这些小心敌人都可以用这个直接扫导 无限出硬质 这边我们可以拿到第一个这个应该是穆斯贝尔海姆的符文片 符文盘的碎片一共四个 拿起四个的话就可以去穆斯贝尔海姆了 这个相当于是个副本 可以给你刷一些经验材料啊这些东西 没经验这个游戏没经验 可以刷一些素材刷一些装备 刚才说这个游门刚德啊他是洛基的孩子 洛基和这个一个非常难看的那个这个巨人 安格尔波达生了三个孩子 这洛基也是口味重 分别是巨狼芬利尔 巨蟒这个游门刚德 还有就是海拉 那暴丁因为觉得这三个这个这个家伙太可怕了 可能会威胁到他的统治 所以就把三个都放逐了 这里我们先看剧情吧等会再说这个 遇到了布洛克的兄弟Sundry 而且啊 我还不认识那些 我认识那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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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我们的 但是啊 我们没有做到你 我们没有做到你 走开 我... 我... 看到那女人我们做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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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很厉害的 我会觉得 不愿意 如果 你做了什么 你给她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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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dry还是勇气可嘉 手上非常逗 但是 敢挡在窥烟面前 我... 我... 会让她做了更新的 但是... 没有人会问你 我... 那是... 真实的 但是... 知道你母亲 她... 从小就学会了 怎么样把天撩死了 呵呵呵 非常更迟 果然是窥姐的儿子 我知道了 你就是Brock的兄弟 其他部分的键子在这里 你 你 是 你 似乎有点洁癖 应该说是不是有点洁癖 非常洁癖 他跟他哥哥brock是完全相反的性格 怪不得两人分家 这里我们生不了斧子 因为他没有送我们冰冻火焰的材料 所以说只能随便买点东西 看看能不能升级什么的 复活石这边可以开启 可以购买复活石了 不过这个没什么卵用 姓春柯可以复活一次 其实只要retry就行了 这个战神checkpoint的点是非常多的 可以看到这个虎神符可以升级 但是需要国度支撑 这个要后期才能拿到 奥丁他觉得那三个家伙特别危险 所以他就把三人都流放了 把Hell就放到了赫尔海姆冥界去当女王 掌管冥界去了 然后把分裂尔狼就绑住了 这个跟提尔有关 以后我们再说 然后呢这个大蛇游门刚德就把他扔到海里 没想到游门刚德越长越大 最后把这个整个midguard给盘踞在自己盘踞了一圈相当于 头都可以咬到尾巴了 他其实是把这个midguard 米德加德 就是人天界给盘踞住了 并不是把整个宇宙给盘踞住了 所以说我们在游戏里看到的这个大小呢 也不是那么大 这场战斗其实还挺难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远程兵特别多 你打这个的时候就会被那个打 特别烦 所以我们想办法躲到这个角落里面 一开始呢 先预判一下位置 把那楼上的两个干死 然后呢 躲到这个角落里 这个角落里的话 他们因为是远程兵 所以他们走路不是非常灵活 他们会想办法隔着石头来扔你 但是又扔不过来 这样就可以跟他们绕一绕 然后我们也用远程是吧 TPS嘛 是吧 好 然后杀到一定程度呢 这边也会刷敌人 所以要小心点 好 然后远看远处那个敌人也刷出来 咱们就爆气了 这一战可以不用省这个怒气槽 因为一会儿我们可以红乱 上去抡就行了 最后应该放一个这个大招了 忘记掉了 像放这个柜子手劈砍的时候可以让儿子射一键 定住这个敌人牵制一下 要不然的话 他老是退后 你有可能会劈空 哼 奎爷不屑的烟 发出了不屑的声音 然后这边的话 树上有一些桶子可以打一打 这个钻地的猫西 你对准他这个钻地的那一块区域 他要是在地下行动 你可以看到他的轨迹 你可以扔斧的可以把它震出来 但是你要小心 如果离他太近的话 你还是防御比较好 万一你没扔到的话 他上来 你防御来不及了 这里可以看到 诺伦三女神绑箱 三个机关 楼上这个呢 是打右边这个打一下 楼下两个呢 都是打左边这个打一下 就是往左转一个 这边这个看不见 但是可以告诉大家就这么打 往左边那个打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喷屎的这个消防栓给冻上 冻上就可以看到他这个符文就对上了 这个是跟大家说一周目应该怎么解 背板的话就无敌了 不用管那些东西 然后这个宝箱我们可以把它从侧面定住 然后就可以过来开了 从这开始有大量的这个宝箱都是在这个在片屎当中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定住以后才能开 这里我们拿到一新的这个裤子 腰甲 可以看到加了7点的属性值 但是右上角的这个 这个装备等级啊 可以看到肉眼可见的变化 变得非常多 是不是这件装备特别厉害呢 其实不是 我们来看把野猪胶甲给 野猪这个肩甲给换掉 哎 一样看到没有 最明显的是护身符 你看啊 每换一个它会降一点 这三个护身符应该是区别最明显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猜测这个游戏的装备等级 它有一个隐藏的零戒指 一开始我们堆的那些装备也是绿色箭头 也会提升装备等级 但是你看不见 一定要堆到一定程度 过了这个值以后 那么之后你再换上其他装备 它就会对这个装备等级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观 一会儿我们拿到其他装备的时候再来看 当然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去过周围的这些小岛 做过一大堆支线任务 那么你可能看不上这个装备了 尤其是那个T2的万加非常厉害 好 那么这个拿到的这个血米酒的号角 虽然说不能让我们的还没凑齐三个 才两个 虽然不能让我们这个怒气槽上限提升 但是可以补满我们的怒气 每一个这个血米酒的号角 拿到都可以补满怒气 所以说可以利用一下这个特性 这里跟Sindry补满一下对话 亏爷一脸无逼啊 你们在说什么 嗯 你懂吗 谢谢Sindry 别碰我 我没有 我不会 我回来 我回来后 小心 你在哪里 有没有人好多 在这里 现在所有人都在留下 我说 我恼爱的 但是 我主要是他们只想要杀你 好指 Cindry 和 Brock 的对话都非常有意思 一定要跟他们把话说完 特别逗 好 我们这边呢 作为搜刮一下 我们这里讲一讲这个Cindry 和 Brock 的故事 Cindry 和 Brock 是非常著名的一对这个矮人兄弟 能工巧匠 不过在记载当中呢 有的文献 这个中文文献显示的是Cindry 是哥哥 Brock 是弟弟 当然这个不重要 因为我们这个英语里面都是brother 所以说很难判断到底谁大 反正是一对兄弟 然后呢这个Cindry 和 Brock 的这个故事 要从雷神 Thor 的老婆Cif 开始说起 雷神Thor呢 有一个非常好看的老婆Cif 是个金发美女 她一头金发非常好看 但是有一天 洛基偷偷的恶作剧 把她这个头发上睡觉 很多头发给剪了 一觉醒来以后呢 Cif发现这个 秀发去无踪 头界更出重了 他们就哭了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Thor 一看 勃然大怒 立马就把这个洛基给抓起来了 有人说你怎么知道是洛基 对吧 你看 你只要记住这个规律 阿斯加德只要出什么事 你就不用管别人 你不用找别人 根本就不需要怀疑别人 肯定是洛基 你找他没有错 然后果然啊 洛基就如实招供了 然后呢 Thor 就要威胁他 把他每一寸骨头都揍断 然后呢 这个 洛基灵机一动 这边有一个宝箱 洛基灵机一动 他就说 你把我干死 这个Cif他永远都是光头 是吧 但是你如果 把我 当我是个屁 把我放了 我帮你弄一头 一样的头发做出来 再把你帮你老婆 这个安上 跟以前一样漂亮 如假包换 这个Thor想了想 好像也有道理 他就信了 然后呢 就把这个Loki放了 洛基放了 然后洛基呢 就去找人家 就去找这个 之前我们拿到 不是伊瓦尔蒂的铁针吗 他就去找这个 暗金 暗金 不是暗金 就是诸卢 或者叫矮人 伊瓦尔蒂不是之前说了吗 开了一个铁匠铺子 叫伊瓦尔蒂和他的儿子们 或者叫伊瓦尔蒂的儿子们 徒弟们 我们这边又拿到一个神秘套装 神秘套装可以捡一套 刚才拿到的是妖甲 现在是万甲 装上 可以看到 这个等级又提升了 不是吗 这一套装备 包括野猪套 包括这个豪华版 送了死亡试验套 虽然加的这个点数有出入 各不相同 但是装备等级三件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这个 因为野猪套身位刺激 所以说 会变成一加 稍微高 这里还有一些什么藤曼之类的 都打不开 以后我们遇到了再说 有这个拿到其他能力的再回来 继续说这个Blocker Singery 然后呢 找到了这个伊瓦尔蒂的 伊瓦尔蒂的工匠库 就帮这个洛奇 因为这个伊瓦尔蒂他们矮人也 非常敬重这个神族 阿斯加德 阿萨神族 所以说这样排排马屁 不但做了这个 Safe的这个金色假发 而且还买一送二 又做了另外两件宝贝 这里我们打这个女巫 我这边失误了一下 大家不要去 这个这个这个节奏没掌握好 失败的案例 然后这个买一送二 送了另外两件什么东西呢 首先是奥丁的这个主武器 钢格尼尔 一个胜利之矛 长枪是个长枪 还有一个什么特性 就是扔出去必定命中的 这样一个精确制导的 简称锁头挂 然后呢 还有一个这个宝贝呢 是一艘船 斯基德布拉德尼尔 它呢是送给弗雷的 这个船呢 打开可以坐上所有阿斯拉神族的人 然后呢收起来呢 可以放口袋里 神船 这边我们拿到一个密室 来到一个密室 但是现在打不开 我们看一下 底图更新一下就行了 左边这个东西也是一个珍贵宝箱 但是现在也打不开 好 那么这个 洛基呢 拿着三样东西回去 领功的时候 路上就遇到了这个 Sindry和Block 然后他就跟那俩兄弟炫耀说 我这边拿到你们矮人族的 一瓦尔地铁匠铺 名店的这个名品 非常厉害 你绝对不可能有人做出 比他更好的东西 然后这个时候Sindry就不服气了 跟Block两样人说 跟那个洛基打赌 洛基打赌 说肯定能够做出 比你这三样东西 更厉害的三样东西 好 那么两人就赌上了 赌什么呢 脑袋 谁赢了 谁就割了另外一个脑袋 好 我们这边一场战斗 恶战 当然这个恶战的前夕 这个还是 我们想办法 首先呢 一开始不要去打破 这些周围的油罐 一开始这个敌 让我们定住 把它踢下去 然后这个狼 小心他会有喷毒 你踩上去的话 会少血 你定住一只狼 然后打另外一只狼 这个时候打晕了 但是不要处于 处于有可能会砸爆 旁边的油罐 这个油罐一会儿 留着有大用处 狼掉了 狼死了以后 一般都会掉这个绿颜色的宝石 补血 这边有几个油罐 这边还有一个 然后场地中间那堆 破木头罐那 对 那个木头箱子那 还有一共四个 好好利用 就算打爆了一个问题 也不是特别大 我们开这个门 就会遇到了一个小boss 独眼巨人 类似于前作的独眼巨人 但是这次他好像不是独眼 食人魔 听不懂 听不懂 奎爷你说什么 儿子非常勇敢 本来一口咬掉儿子的脑袋 老爸一胳膊挡在前面 这一扎下去真的变独眼巨人 可以注意看奎爷的胳膊上伤口愈合了 小细节 好 这一场战斗非常难 难在什么地方呢 难在前后夹击 前面一个boss 后面一大堆这个攻击欲望非常高的这个杂兵 而且还会这个自爆 还会回血 还会放肚 我们上来就请他吃油罐 打爆第一个油罐以后呢 躲到这个角落 他刚好把这个油罐给点爆了 他如果不砸呢 我们刚才放那个伊瓦莉的铁针 也可以把这个油罐点爆 这样两个油罐炸完以后 他差不多了 直接上去爆气 就可以打出晕眩 然后骑着他 这个跟前座一样 有点巨人陈骑 这个如果说刚才那两个油罐没引爆好呢 这边周分中间还有油罐 所以没关系 打死这个毒眼巨人 奖密非常好 一个冰冻火焰 可以升级我们的这个斧子 好 那么Sindry和broker和这个洛西打完赌呢 就开始做他们的宝贝了 做第一件宝贝啊 Sindry把这个一块猪皮扔到这个火炉里面 然后让broker吹风箱 让他不要断 这个时候我们拿到一个 有人说是蓝牙 不过没错 蓝牙呢 这个符号 它确实是由如文符文给这个改造过来的 它是由如文符文的H和B两个字母拼在一起组成的 这个H和B是什么意思呢 是纪念一个叫Herald Bluetooth的这样一个丹麦族 丹麦的一个国王 这个人在丹麦历史上影响深远 有过一本书叫做他改变了丹麦 他改变了丹麦 统一了丹麦 然后呢就相当于是纪念他 这个蓝牙标准也是统一了这个无线通讯的一个协议 他这个人的名字叫Herald 他的绰号叫Bluetooth蓝牙 估计是他牙齿什么 不刷大概是 古代大概也不刷牙吧 好 那么这边呢可以把这些东西开一开了 现在刚才不着急是留着火罐 这里我们拿到一个神秘套装 最后一件肩甲胸甲 这个东西刚才说过和这个野猪套是一样的 这个装备等级 那么有的剪有的白剪 为什么我当初要买这个野猪套 野猪的这个护肩呢 因为剪的这个实在是太丑了 怎么可以做这么丑呢 这神秘套装也太神秘了 你穿这个是要去给老俱乐部吗 这个绝对不能忍 所以说我们这个 还是穿野猪 野猪护肩 而且最恶心的是 这个游戏里面剪的这些装备 它的衣服都是这个款式 它只是换个贴图而已 后期我们还可以捡到好多这个这个 这个积老的这个肩甲 所以说我们有钱的情况下 这个胸甲还是要买一下的 不能穿那么难看 这个放过场动画都出戏 然后这里我们打开一个珍贵宝箱 可以拿到一个叫伟天的冲锋 这招还挺好用的 因为它带一个无敌时间 这一代的魔法 这个浮温攻击 大部分都是没有无敌时间的 敌人照凯你不误 还是掉血 但是虽然你不会被打断 但是还是会掉血 但这个 这招的话 它有一个比较长的无敌时间 然后还可以把敌人吹飞 也不错 好 那么继续讲刚才的这个事情 Sindry扔进去一块猪皮 让Brock吹风箱 结果洛基为了打赌不输 作弊 它变成一个苍蝇去咬Brock的胳膊 但是Brock没有鸟它 虽然很痛 但是没有鸟它 最后做出来的宝贝是什么 是弗雷的一头野猪作技 野猪作技 叫古林伯斯蒂 是一个金色的野猪 跑得非常快 比马还快 而且还可以海陆空三七 然后第二个呢 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这个金块 扔到这个这个风箱里面 然后这个洛基又去咬这个Brock 但是这次咬的是脖子 但Brock又是没理他 这次做完做出来什么 做出来一个德罗普尼尔 德罗普尼尔 金戒指 这个金戒指每过九天 就可以生出其他八个金戒指 可以是个刷钱的修改器 非常厉害 送给奥丁的 这边可以看到山上这个 这个巨大的脸啊 一看就知道吃了那个南方黑芝麻糊 黑芝麻糊虽然好吃 但是吃多了就会 就变成这个样子 大家要注意啊 My magic is useless against the black breath and there's no way around it Odin saw to that long ago 森林女巫 林中女巫啊 跑得比香港记者还快 可能是委随我们 一路过的 诶 尴尬 What does this goal mean to you It's everything Follow me Why help us Maybe I see more of myself in you than I'm willing to admit Maybe Maybe by helping you I'll make up for a lifetime of mistakes Or maybe I just like you Even though we shot your friend 这边他说了三句 有手笔啊 Yes Where must we go To a realm Beyond your own 好 我们跟着这个林中女巫下山 这次下山可以做电梯了 Only for a little while 第三件宝贝 第三件宝贝 这个 这个洛基啊 使出绝招了 Broker在上风箱的时候 他去咬那个Broker的眼睛 结果咬的这个Broker 眼睛都流血了 然后Broker实在忍不了了 就擦了一下这个眼睛 不然看不清了 就擦了一下眼睛那功夫呢 他做出来第三件宝贝 就不是很完美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雷神梳尔的锤子 叫米优尼尔 米优尼尔 这把锤子非常厉害 大家应该在其他作品当中都看到过是吧 这里我们打一下身上的这个乌鸭 这个乌鸭还挺容易错过的 这个乌鸭还来回走位 然后呢 这个 米优尼尔 他有什么致命的缺陷 他扶柄特别短 扶柄特别短 所以用起来不太好用 他本来是这个Sindry 想打造的是一个长柄的这个双手服 做了一个单手服 用起来就不太好 然后这个Sindry就附送了一个铁手套 有了这个铁手套 握这个 这个锤子呢 就会更加舒服一点 想到你四件宝贝了是不是 在这里的铁手 是从这里我们继续到阿lfheim 幸运是没有在河 为什么是那个铁手在河里 没有人知道 他只会一遍 一遍 之后 Thor被攻击 然后他们的战场可以继续到所有的尘域 结果它结束了在一个双手 然后Thor returned到 Odin 这边就讲了这个双梦加德 尤门刚德 或者叫 这是音译的不同而已 这里叫世界之舌 这个北欧原文里面是叫 Midgar Serpent 米德加德之舌 这个米尤尼尔的这把锤子呢 有什么好处啊 有什么厉害之处 除了会自己飞回来以外 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锁头挂 又是锁头挂 他只要扔出去啊 必定能够命中目标 所以说这个雷神搜尔啊 靠这把锤子 屠杀了好多好多巨人组 然后所向披靡 从此这个阿斯加德 跟这个巨人组的任何战斗都是 一方倒的 一边倒的这样一个实力 就靠这把锤子 之前我们 说那个跟奥丁赛马的那个哥们 就是一锤定音了 最后这三样宝贝都拿到这个阿斯加德去了 这六样宝贝 到底谁赢了呢 奥丁弗雷和这个雷神搜尔各拿到两件 然后瑟夫的头发呢也就换上了 这个这个 奥丁非常开心啊 其实最大的赢家好像是弗雷 莫名其妙拍捡了两个宝贝 最后重圣一致平顶啊 还是这个雷神搜尔的这把锤子 米尤尼尔最好 所以说相当于是Sindry赢了这个赌局 洛基输了 这边大蛇一脸懵逼 周末六点半就被吵醒了 干点啥好呢 一脸迷茫 好 赌局输了以后怎么办呢 按道理这个 Block要把这个洛基的头也砍下来 但是啊 洛基很聪明 灵机一动 他说这个虽然是输了 你可以砍我脑袋 但是呢 我的脖子当初没有放在堵住的一部分 所以说你砍我脑袋的时候 你不能伤我脖子 这你说脑袋跟脖子不是连在一块呢 哪有可能不动脖子把脑袋砍下来 所以说这样的话 这个Block也没有办法 怎么办呢 就把这个洛基嘴巴给缝上了 作为一种惩罚 然后非常不高兴的 和这个BlockSindry两人就走了 奥丁和弗雷获成最大赢家是吧 儿子你叫谁博外 博外这个词也有感叹词的意思 只是表达吃惊 不代表他本来的意思 but what are they they are poor restless souls deny their judgment and their peace by what can then your magic raise the dead it could once but this is no spell this plague of dead is but a symptom of a world out of balance something or someone has meddled with powerful forces that is all I know for sure 你看文化人和文化人在那对话 没文化的人只能干苦力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好好念书 是吧 高考 完了又是中考 祝大家考个好成绩 I did not hurt my back 这边应该是伤到腰的意思吧 他翻译伤到背 提尔的神殿这个东西在北欧神话里并没有记载 应该是个虚构的游戏原创的一个东西 在这里呢 是作为一个九届的传送门 传送应该是什么传送点吧 可悦这边每次还要帮摄像师推向你 这个一镜到底啊 这个摄像师不是一个是好多个 知道吗 像这种跟拍的这种场景啊 一般一个摄像师端着云台 云台上吊着这个摄像机 然后后面还有打光的 举麦克风的 补光的等等一大堆人 所以奎姐这个门要开大一点 要不然那后面整个摄影团队进不来 女巫的这把弓啊 便携式变那么小 他把这个弓弦覆魔的能力 给了我们的attress 好这里呢 我们的这个游戏对话 女巫会告诉我们许多 关于这个国度传送 世界之术和彩虹桥之石 彩虹桥之石的这个描述 大家认真听 是游戏原创的 世界术的描述 基本上和北欧神话的设定一样 但是这个关于彩虹桥的描述 是游戏原创的 这个原来设定不是这个样子 这里我就不说话 大家认真听比较复杂 我第一次过来都没听懂 到底怎么回事 你会需要这些 一枪冲桥桥 作为迁运复杂 它可以掌握 掌握 掌握 灯的灯 吶沙 放在那里 什么现在? 给它一瞬 这个墓园需要时间 醒醒 它是从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 你将能够通过两个薄则 你要看前往你 显示我们的墓园 还有浓盘中的软格 和湖南在外面 一切都要在一样的空间 nd像是同样的一体 这些门, 厨外面的软格 也有九个规则 是极限在森林托 Separated only by the bifrost light of Alphheim This place can focus and control that light And this is the world tree only an artistic representation of it No, the Yggdrasil is much much more than this The tree of life is bound to the fate of the world Just as we are bound to it The tree nourishes our soils The dew from its leaves feeds our valleys and rivers 藻的存在是全創造的創造在它的架上 它的生命活域是在世上的生命 生命,生命,死命,再重生 每个瘟隙都通过時,空隙都通过温度 全部回到藻的藻 所以,这就是这样的效果 但是我猜你找到更加传达的答案 是的 好 这里我们可以实际操作 Yotunheim就是巨人国的巨人国 但是我们传送不了 只能传送去Alfheim 我给你一个给Alfheim 现在你能够订阅你的 我们准备 记得拒绝 你不想失去那 现在的币运动会会显然 然后币运中的币运动会会开 那些草蜥的额囊 各个高度有一个合光的颜色 而是与其佛用的颜色 是开咱到那种草蜥 因此只是在这个室内的运动 谁是那种草蜥的草蜥的蜴? 草蜥的草蜥的草蜥的草蜥 几百度比较过去 动画一大堆其实是在无缝毒盘 这个大家听明白了吗 这个传送 需要几样东西 一个是彩虹桥 这块钥匙 但它需要充电 现在没电了 然后还需要一个符文 刚才他给了我们亚富海姆的符文 其他国家的 其他国度的符文我们没有 然后还需要这个国度塔 约顿海姆的国度塔没有 所以也不能传送 然后还需要这个结晶石 这个结晶石没有 刚才约顿海姆的结晶石也没有 所以需要这四样东西 一个是彩虹桥 一个是符文 一个是国度塔 一个是结晶石 这个布朗克不在 布朗克星律都不在 打开门 就是另外一片景象 咱们来到了精灵国度 阿富海姆 亚富海姆 还好我上一支把 这个九届的设定讲过了 现在我们再讲一遍 这一遍 灰灰 傀疑 又是零零 Alfheim的話 畢竟是精靈的國度嘛 還是比較好看呢 當然我們這次節目就到這差不多了 精靈國度我們明年再探索吧 好吧 地圖上開了這個新的區域 之前都是在Medgard 米德加爾特 好 那麼存個檔 我們這次視頻就到這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